大家好 我今天录这个视频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家的杀人案和钱之间的关系 我们家的人的性命值多少钱 我这个标题是呢 我们家有12万亿美元 12万亿美元 12万亿美元呢 那么 是怎样分配的 按照这起杀人案 国共两党 海峡两党三地 是如何进行 行凶杀人灭口 行凶抢劫的 为什么是12万亿美元呢 因为在1972年时 一人民币 一美元兑换1.2 人民币 所以这个事件 钱坤颠倒 颠倒过来 我们就12万亿美元 也就是说呢 根据 我调查的银行卡的 上面的明码标件的具体情况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的银行卡 每张银行卡上 对我们家人的明码标件 谋杀的价格 也就是说呢 他们在香港 他们在香港 把23万5444亿美元的大包压在西月身上 让他扛大包 把西月置残至死 把西月置残至死 国共两党海峡两岸三地 就 从西月身上 抢走了6万亿美金 也就是说 我的妻子有多少钱 有6万亿美金 对于西月的丈夫张杨来说 就是我 我们家有多少钱呢 也是6万亿美金 这个大家看一下 盲警 和这个天下物贼 就很清楚了 傻根吧 6万块钱 结婚用 那么共产党 杀死我的父亲 杀死我的父亲 他为什么派了个女人勾引我父亲 杀死我的父亲 他们就可以抢走 9000亿美金 我的母亲比我父亲有钱 他们杀死我的母亲 就可以抢走 一万两千亿美元 就可以抢走 一万两千亿美元 这共产党为什么 还要把我母亲的肾 两个肾 两个肺 都搞成癌症 像治残于死地 因为杀死我母亲 就可以抢劫 就像可以上我们家抢劫 抢走 1.2万亿美元 而我呢 要把我治残治死 要把我治残治死 他就可以抢走 41001亿美元 也说在广东发雷银行 有我21001亿美元 在工商银行 有我2万亿美元 我的妻子西悦 有6万亿美元 我的父亲有9000亿美元 我的母亲 有1万2千亿美元 1万2千亿美元 我们家族 我和我妻子 带上我的父母 一共有12万亿美元 共产党为了抢走 我们的12万亿美元 就对我们行修谋杀 妄图把我们治残治死 满门抄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银行卡 银行卡是数码经济标准产物 它在这个数码上 就已经标明了 我们家人的价格 标明了我们家人的价格 谋杀我们家人的价格 所以我再跟说一下 他们把20多万亿 把人民币 20多万亿人民币 这个大爆 压在我7月 压在我妻子西悦身上 想把7月治残治死 把7月治残治死 他们拿走多少钱呢 拿走7月的6万亿美元 那么他们杀掉我父亲 就可以从我们家 抢走9千亿美金 杀掉我们母亲 就可以抢走1万2千亿美金 把我治残治死 就可以抢走4万1001亿美金 这就是习近平 江泽民 胡锦涛 这群臭流氓臭婊子 为什么就是我们家不放的原因 想行凶杀人灭口 谋物财害命 大家看清楚了吗 请每一个中国人 看一下自己的银行卡 我们家的财产都是公开的 都是公开的 我和我妻子 一共有12万亿美金 所以我要求你公正党 立即还钱 放人 我操你妈 你是不是想找死啊 我告诉你 害我们家人的凶手 你死气大了 我不杀了你们压顶了 我不紧张 我来找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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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